本案是發生在今天晚上20點30分時 那兩名被害人 一名蕭姓、一名賴姓、兩名被害人 在火鍋店吃火鍋的時候 那期間到外面抽菸的時候 突然遇到四部車子 八名犯嫌下車理論之後 持刀跟棍棒追往 朝兩名被害人追砍 那兩名被害人往店家裡面跑的時候 在民眾面前呼救 那有目前 傷勢是 被害人 他是頭部被砍傷 那賴姓被害人 或者是左手掌 及左腰部 兩處刀傷 那目前兩名被害人 都沒有生命的危險 那我們警方 成立專案小組之後 目前已經鎖定四部車的車號 正會同我們新北市刑大的警力 目前在罪氣當中 那我們新北市警方 針對這種暴力 絕對不容許 我們會在短期間之內 盡處將發明犯險 罪氣道案 目前經過我們在醫院跟被害人的了解 目前還不知道正確的一個糾紛的原因是什麼 目前都還在調查當中